10月21日,由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等六位中国学者发起联属性,呼吁当局立即释放中国艺术家、私营出版人耿潇南夫妇。 耿潇南夫妇的委托律师莫绍平告诉本台,耿潇南夫妇于今年9月9日被海定公安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情势拘留。 10月14日,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这意味着公安机构能够继续羁押耿潇南两个月做侦查活动。 不存在这个所谓逃避侦查的这种可能,你可以继续你的侦查工作,但是没有官押的必要性,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是可以取保候审的。 但是检察机关呢,没有同意律师的意见,还是批准逮捕了。 莫绍平说,目前辩护律师会继续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另外也需要进一步了解当局指控耿潇南夫妇涉嫌非法经营的具体情况。 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他涉嫌的罪名,那当然就是大概,那就是说认为他这个本身呢,作为那个图书的文化公司,他们有些书籍算是什么呢,给加印了吧,因为中国这个书籍出版是控制的非常严格的,你有书号,而且还得印多少册,比如给你要一五千册,那如果你印了六千册,那一千册,才就可以认为你是非法出版物,非法经营的那个书籍。 耿潇南夫妇被带走之后,莫绍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直到9月30日,才首次见到耿潇南。 莫绍平转述。 他的身体状况肯定不如在外面嘛,因为在里面积压嘛,但是呢,还算,还算好吧。 也感谢这个,他的朋友,外面呢,对他的一个支持。 据本台了解,一个多月来,仅有尚宝军律师两次探视耿潇南,但尚宝军律师日前也收到警告,要他不得对外发声。 同样也曾试图到海淀区看守所探望耿潇南的许章润教授,试图用不同方法声援这位多年来一直为中国政治意见人士奔走的女士。 10月21日公布的联署信,由许章润,北大法学教授贺卫芳,张千凡,清大社会系教授郭于华,哈佛大学费政清中心合作研究员郝健,中国艺术评论家李献廷,共同发起。 信中写道,非法经营罪是计划经济时期偷击倒把的翻版,是由强权任意解释的口袋罪。 如今,以出版美食类书籍为主的耿潇南夫妇,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为借口,真正的动机是惩罚耿潇南的言论。 连署信中认为,有关当局不仅违反中国宪法35条,也构成行政诉讼法的滥用职权罪。 参与连署的郭于华教授说, 据本台了解,发起联署信不到一天,已有上百名各界人士署名支持,包含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美牧师张伯丽等人。 一位因安全原因匿名受访的中国学者说,耿潇南事件标志着中国极权统治严酷镇压到了新境界,过去是针对直接发表意见的学者、企业家、律师、新闻媒体人。 现在,尽管你没有正面表态反对,当你是做了支持和咒助意见者的事情,就可能遭遇严酷镇压。 上述学者说,这个目的就是要恐吓国内的所有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华盛顿报道。 中国电影人、私营出版人耿潇南,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政治意见人士奔走呐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为英雄收尸。 这位以狭义勇敢著称的女性,因此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 耿潇南帮助过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政治局秘书、鲍童。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 以及前金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省等人。 他还呼吁外界关注今年年初再次被逮捕的中国公民运动的主要人士许志勇和丁家席等人, 并且为公民记者陈秋实呼吁求助。 陈秋实因只身前往武汉实地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当局失踪。 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敢言发声, 今年二月一度被当局软禁。 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带走。 之后,耿肖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声援和救助, 并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章润。 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许章润约一周后获释回家。 几个星期后,担任传奇天辉影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耿肖南 及丈夫9月9日突然失联。 耿肖南的律师尚宝军9月10日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寻人, 最终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头确认, 称耿肖南夫妇两人都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 关押在海淀看守所。 近期因批评习近平和中共而遭到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透露, 北京当局以经济问题为名,调查他们夫妻的出版公司, 封了他先生与公司的账号,抓走公司的几名职员。 耿肖南女士夫妇被失联,已遭当局毒手。 耿肖南的好友徐章润,最近也站出来为耿肖南呐喊, 他在社媒上呼吁说,多年来, 肖南女士仗义直言,为公义而呼唤, 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呐喊, 此番因此而厉害,轮到我们一起为他呐喊的时候了。 耿肖南的多名好友怀疑, 他和先生遭警方带走, 与先前他公开为包括许章润在内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发声呼吁有关。 对此,许章润表示, 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 被公义发声,便会随时可能遭受逢逆,失去人身自由。 蔡霞则表示, 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大肆抓捕迫害政治异见人士, 已经到了末日疯狂的地步。 耿肖南的律师尚宝军在多次被拒之后, 终于在9月30日首次会见了关押在看守所中的耿肖南, 并向他转达了他家人、国内外朋友的问候, 以及外媒和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关注。 尚宝军表示, 十一长假期后的一个多星期是关键的节点, 因为当局会在刑事拘留37天内决定是否正式逮捕耿肖南, 他的案件继续受到外界的关注。 与此同时, 有任大炮支撑的前国曲华远集团董事长, 中共红二代任志强, 在耿肖南被拘押两天后的9月11日, 遭北京地家法院以多个罪名重判18年, 并处罚金420万元。 69岁的任志强被重判的实际原因, 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 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 该文批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 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 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文章指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决心, 和谁不让我当皇帝, 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之后,任志强很快被失踪。 4月7日,中共当局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送审查和调查。 7月23日,当局开除他的党籍, 并移送审查起诉。 分析人士指出, 许章润、任志强等有影响力人物相继被整肃, 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中共所说的政治上的明白人, 显示出当局有枪打出头鸟和杀衣警百的意图。 是在美国的人权网站, 中国数字游戏的副编辑韦德近日发表长文表示, 尽管耿肖南没有许章润、任志强和蔡霞等人那样知名, 但是他被拘捕的案件显示, 中国不仅在针对批评者, 也在大力整肃他们的支持者, 令他们孤立无援, 以切断他们获取经济和法律救助, 以及外界和国际的关注的途径。 中国人权活跃人士, 欧盟萨哈罗夫人权长得主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对公民社会展开全面围剿, 连没有站在第一线的同情者、帮助者都不放过, 决意斩断所有发挥不同作用的反对声音。 他说, 他是一个起桥梁作用的人, 他很执着地在他的同辈, 我们的前辈中间穿针引线, 做一些沟通协调合作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会整理一些, 比如说那些前辈们的针之灼见, 这些他就给分享出来, 党国现在就把他这样的人当作一个, 作为一个联系的人, 作为一个他们在打压的过程中, 你帮助去, 比如说他可以帮助联系记者, 或者他帮助联系律师, 或者他有时候替家属发声, 就是这种类型的角色的话, 也要严格的围剿和进决。 胡佳表示, 中共对有影响力的耿潇南下手, 就是要达到孤立异见人士, 打压其支持者的肃杀效应。 他说, 耿潇南就是下场, 他想让你感受就是耿潇南夫妻两个人, 就是前辈之间, 因为你毕竟在这个社会生活, 你要从事一定的职业, 如果这个职业涉及到比如说出版, 独立的这种经营的话, 那要想找你的罪名的话, 完全可以不用政治罪名, 就直接用一些经营性的这个罪名, 就足够了, 或者说最简单的实信姿势, 都能够给你罗制出来, 就在这个国家的话, 哪怕你是再守法的公民人, 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个已经奉行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戾气, 那现在来讲的话, 它可以保证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 为你量身定制, 今年就把它作为一个处置的类别吧。 另外, 即使是帮助异见人士打官司的律师, 也同样受到中共的迫害, 陈建刚律师的经历, 便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证。 近年来, 他带领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 其中包括2015年的709大抓捕案的湖南律师谢阳, 以及前中共政法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儿媳黄婉的案件。 陈建刚2017年1月曝光谢阳被警方酷刑的情况, 引发当局震怒。 在魏京谢阳及家人同意下, 陈建刚被强行终止辩护资格, 遭多次约谈、恐吓, 职业也被暂停半年。 2017年5月, 陈建刚一家和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在云南旅游时被警察持枪抓捕。 据陈建刚向《美国之音》讲述, 警察居然拿着枪对着他6岁和2岁的两个儿子的脑袋, 威吓。 据陈建刚本人介绍, 2019年7月, 北京司法局为阻止他代理美籍华人黄婉的案件, 在威逼利诱失败后, 赤裸裸的威胁要失踪他。 陈建刚表示, 国保、警察这些年监控他, 常常威胁要他考虑家人的安全问题, 因此为了家人不在座当局的人质遭受恐惧, 他们一家人2019年年中历经艰险逃离中国, 辗转东南亚几个国家, 最后在美国人权总值帮助下, 安全抵达美国。 不久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文件除了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外, 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其实早在2015年6月30日,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就已经提出, 要做政治的明白人。 对党绝对忠诚, 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有分析表示, 一个所谓的明白人在关键时刻得装糊涂, 更要装聋拼虾, 要明白厉害,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明白, 就要对你下毒手。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种做明白人的措辞, 在中共历史上, 从土改到改革开放都是罕见的, 是一种黑帮式的说法, 是警告外界, 你不明白就对你下手。 一直处于中共监控下的胡佳表示, 一方面中共的铁腕整肃已经起到了一些肃杀效应, 尤其是对一些年轻一代的反对者。 另一方面, 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 暂时转为低调, 一些以往的朋友聚会也停止了, 一些老一辈也关照年轻一些的, 要保护好铁蹄下的自己。 他说, 没有寒蝉效应由, 今年我觉得当局对言论的压制, 对于他们统治的各个层面的这个管控的加强, 共产党经常说的一句话,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那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已经充分地感觉到了, 第一呢, 老辈也说你们现在来讲的话, 你们要多多地保护自己, 当局抓你们, 去迫害你们的话是太容易了, 那带来的痛苦呢, 要不然也包括你父母一辈, 将会是整个家庭去承受的, 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第一的这些有恐惧感的这个作用, 人事却有志趣, 你知道被当局套上黑头套是什么样的滋味, 找你喝茶, 茶水表, 或者说直接把你拘留了, 那如果更重的话, 刑事拘留, 他给你, 比如建设居住半年, 哪怕是几个月, 哪怕给你刑事拘留, 就是37天给你放出来, 都能够让你感觉到, 从精神到肉体脱一层皮, 那即使有些人没有经历过, 那么他也会在他的这些伙伴中感受到这一样存在的痛苦。 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压力越大, 对内整肃和打压的力度越强, 已经到了对每一条信息, 每一个人进行严密监控的状态, 任何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随时可能被消除掉。 他说, 那么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在国内, 就是要加大对不同声音的这种管控程度, 因为外部有压力了, 内部就要收紧, 收紧对人民的控制, 对于敢说话的这些人, 敢冲在前面的这些人, 大力的证数。 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风声鹤唳的状态, 不仅仅是保民啊, 维权律师, 有信仰者等等, 连背后的生缘者, 就是为这些人喊好的, 哪怕是请他们吃点饭, 甚至给一点资助的这些人, 也都要大力的证数。 已经从第一线的这种打压, 管控,镇压, 继续往前推进, 已经推进到像耿潇南这种, 平常自己没有做多少, 多少让中共看得很出口的事情。 胡佳向记者透露, 他知道年轻人面对中共的高压恐怖, 身不由己地感到惊恐和抑郁, 需要服药控制。 陈建刚也表示, 国内的政治环境, 对于任何想追求自由的人来说, 已经到了高度恐怖的状态。 陈建刚说, 我在国内的朋友们, 尤其是一些行政律师, 就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2015之前, 律师还可以为行事案件辩护, 还可以能见到自己的当事人, 甚至还可以拍个照片。 行事案件当中, 我们这些人权律师, 基本上都已经被剥夺出工作的权利, 而这些被抓捕的政治犯, 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 所以这一切都已经在回归到文革的那种状态。 那么你有罪还是无罪, 共产党说了算, 还可以做到电视邮件, 央视认罪, 酷刑自我, 和家属作为人质, 这些方法没有人不屈服。 陈建刚表示, 除非在这种高度封闭, 恐怖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 才能理解这其中的压力和绝望。 他认为, 中国现在又重新回到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状态, 铁幕已经落下来了。 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教的德国籍教授傅洛达, 日前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采访, 谈论自己因为批评中国的立场而遭遇骚扰的案例。 这篇名为, 我们的大学牺牲学术自由, 换取中国钞票的深度报道, 刊出后没几天, 傅洛达又面临另一波网络攻击。 傅洛达告诉本台, 这些邮件假冒为一些中国或人权研究领域的学者名义, 内容以抹黑或造谣为主, 而他对这些情况并不陌生。 从2019年出版一本关于中国本土台湾香港的民主斗争一书, 且多次在媒体上对香港国安法新疆人权情况做出评论后, 傅洛达就开始受到威胁的信息, 或是伪奏他的名义寄出电子邮件, 谎称他要离开学术工作等等。 这可能比威胁还要令人讨厌, 因为你必须花力气向人们解释。 幸运的是, 我在我的研究部门得到尊敬与支持, 但是这种恶意攻击却可能让一些学者陷入困境。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安玲就正在遭遇学术生涯可能被迫中断的麻烦。 安玲在今年7月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 一篇刊载在学术期刊《澳洲外交事务》, 题为《党的信仰》、中国间谍的手法及抵抗方式。 另一篇论文发表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网站上, 标题为《一手执笔,一手举枪,中国在新西兰利用民间管道达成军事目的》。 两篇文章都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企业、大学、学术机构建立关系, 取得敏感技术,再进而把技术转换为军事科技用途。 安玲教授的研究被提交新西兰国会, 不过多位学者对他的报告不满, 包含他所任职的坎特伯雷大学副教授莱特。 他认为安玲的论文事实资料有误,推导有误导性。 安玲的委托律师法兰克斯说, 他们担心安玲可能会失去教职, 他正在面临纪律调查。 短时间内,超过150位国际中国问题专家联名致信给坎特伯雷大学, 信中写道, 安玲教授在对中共的海外统一阵线影响计划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连署的学者来自美国、欧洲、澳洲、亚洲等地, 他们要求校方应该公开向安玲教授道歉, 参与联署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 中国问题专家傅瑞珍, 以数面方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以下,我请我的同事代读。 我之所以支持安玲教授, 是因为我尊重他作为一名学者, 也对他个人面临的情况感到担忧。 在民主社会中, 大学应该是自由思想及客观研究的重要堡垒。 10月13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书面声明中, 要求美国智库高校公开披露外国资金。 虽然并非强制命令, 但蓬佩奥强调, 未来国务院官员在决定是否与这些智库高校往来之前, 会先注意相关资金来源是否透明。 傅洛达认为, 提高资金透明度及问责制, 是确保学术自由环境的先决条件。 他也希望各国政府及立法单位, 能对这些骚扰学者的情况有所作为。 傅洛达还说, 作为一位中国研究学者, 面临这些骚扰的情况, 他不会停止发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家杰, 华盛顿报道。 网传微信解读显示, 北京人权律师张磊上周五在北京看守所 会见了前最高法明依庭助理审判员王林青。 在两个小时的会面中, 王林青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的境况, 并重申他是无罪的。 本台记者周二联系到了张磊, 他证实微信上的内容是他本人所发, 但他拒绝透露本次会见的更多情况。 记者无法得知张磊是否已被当局警告, 以及他此前在要求会见王林青的过程中 是否受到了阻碍。 张磊在网文中转述了王林青的几大汤瓜要点, 一是他的左眼已经接近失明, 右耳听力严重下降, 腰部和前列腺严重受损。 二是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 经历了网络核见的一般及特殊待遇, 并说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三是他重申自己没有窃取凯奇拉案卷宗。 他还透露, 目前他已经把监律师当成了人生的唯一追求了。 倡导亚洲人权和法治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 去年发布报道说,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当事人 必须单独关押, 当局还时常会对他们使用各种库刑。 陕西迁移矿泉案的双方 分别是陕西民营企业家赵巴奇经营的 海奇莱能源有限公司 以及关起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2003年, 上述双方签订了一块陕北煤田的联合勘查合同。 然而初步勘查显示, 这块煤田蕴藏着估值近千亿元的煤炭后, 西刊院以政府命令为由取消了这份合同。 凯西莱从那以后就打起了官司, 从地方高院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前央视名嘴崔永元在2019年1月爆料说, 本案卷宗几年前曾在主审法官王林青的办公室里被盗, 但法院既没有报案也没有追查, 只要法官重新补一个新卷宗。 崔永元还在微博上晒出了本案的部分副卷, 包括最高法院长周强, 其原副院长西晓明等人对案件的批示, 谈到签发终止诉讼的裁定书, 严格做好保密工作等。 去年, 中共中央牵头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判定, 本案正宗丢失, 迟疑王林青对工作单位产生不满而坚守自盗所致。 同时, 央视还发布了王林青的认罪视频, 随后, 单据指控他涉嫌植物为法, 对其立案调查。 基于爱之电台汽车, 加奥华盛顿生活报道。 受新冠病毒全球爆发影响, 今年二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体系, 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10月1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生物安全法。 加法共计十章88条聚焦生物安全领域风险, 完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机制, 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建立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的职责。 旅美宪政学者,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认为,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涉及的相关部门单位极多, 长官意志权重过高, 在兼顾现有部门职能的前提下, 统筹协调以落实法律的难度较大。 如果他这个就是对方看他有些细化啊, 就是表面下来他手持的欢迎啊, 但是主要还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依然是中国就是所有的法律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体制本身就是说它的改变也不是说就是说你一定会把这个法律啊, 像这种法律啊都会对到非常好的事情, 他还和这个政治, 他还和这个领导人的责任性有关系。 有的人领导人出于政治或者说其他方面就是说不同的考虑, 他也可能就是说会阻碍这种信息的这种流通。 王天成认为, 生物安全法只是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应对疫情突发的联防联控职责做出了规定, 但在对社会公众准确及时披露信息方面仍有漏洞。 王天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 中共中央拨巨款建立了新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 全国各个级别的卫生机构均被授权联网, 以及时上报传染病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然而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年初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 在本次新冠疫情中, 网络直报系统的启动没有那么早, 直到1月20日, 新冠病毒肺炎被国家卫健委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时, 该系统已失灵二十八天, 这说明有好的系统或法律, 如果不去使用和执行等于没有。 武汉疫情初期,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因披露疫情信息遭到打压, 武汉政府也存在瞒报、谎报等问题。 生物安全法第九章对此做出明确规定, 医疗机构、专业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瞒报、谎报、谎报、漏报、漏报、 受益他人瞒报、谎报、谎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相关传染病信息, 将由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警告、暂停职业、吊销相关证书等处罚。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告诉本台, 生物安全法的出台将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 争议作法合法化,是一种立法冲动。 他认为应明确划分紧急状态与和平状态的界限来落实法律, 以保护民众的隐私和个人自由等权利。 但是立法的层次太高, 因为在特殊的疫情期间, 因为很多的做法是需要损害民众的权利和利益, 以及他的自由作为条件的。 在疫情的条件下,当然是什么可以冷受的。 但是以立法的方式, 就将来这些做法呢, 就是它会订成一个常规化和不好测试。 这个立法呢, 实际上它实在下早比较重, 带来很多的社会反弹的效果。 今年1月23日凌晨, 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封城令, 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仓促封城以及封锁小区造成的人道灾难, 当时在网络上有目共睹, 如果将这种做法合法化, 则并非理想的防疫措施。 陈永苗认为, 虽然该法规范了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 但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具体实行时, 有更多的规定法律风险的操作空间。 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底曾公开暗示, 疫情初期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与上级不授权有关。 他认为武汉政府不该独立承担责任, 显而易见, 即使有法律危机时, 但中国各个政府及部门相互推诿责任, 职责分割界限模糊仍是极待解决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被扣押接近五个月的王藏, 上星期在云南楚雄市看守所与辩护律师会面。 知情人士透露, 王藏至今没有遭受苦刑, 但他对警方的处理手法十分不满, 尤其是妻子王丽, 至今尚未获释。 肯定就暗示他嘛, 必须要要屈服嘛, 要认罪认罚, 否则就是要把你老婆抓了, 你只要认罪, 那么可以把你老婆放掉, 对吧, 但这些东西呢, 他是不会, 不会来跟他做一个明确的这种承诺的, 因为人在里面, 他实际上他在判断, 而且他这个人也很轻慌嘛, 也急嘛。 至于屈服指的是什么, 知情人士拒绝进一步说明, 王丽是在今年七月, 也就是王藏被带走后, 一个月后, 同样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批捕, 近日王藏获悉, 王丽在看守所因为严重贫血, 被送到看守所外面的医院就医。 警察肯定也担心王丽警在里面出事,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万一自杀, 万一有什么什么什么重要的疾病, 他承受不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情况来告诉了王藏, 王藏就判断如果不是重要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话, 他是不会告诉他的, 现在王藏肯定就觉得这个你们这些人又搞我, 又搞我的我家庭, 这个肯定就没办法妥协了嘛, 那还妥协什么呢, 这个就是最坏结果了。 知情人士相信, 所谓的涉嫌煽煽, 并非针对单一事件。 对政府进行了一个批评, 是不是政府应当容忍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公民有没有权利接受媒体采访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那肯定是长期的一个积累的过程, 包括对你们雅兹有雅兹的采访啊, 那也是作为证据的, 包括对六四的一些评价, 那都作为指控他的一个证据, 包括他写的诗歌, 包括他参加这种使领馆的一些活动, 包括他支持, 当时2014年支持战中, 这些都是证据。 据了解, 王藏已表明, 除非妻子重获自由, 否则不会再与当局进行谈判。 王藏和王立被批捕后, 他四个四到十二岁的孩子, 还有王立的母亲, 受到当局严密监控, 对外通讯几乎断绝, 就连亲戚上门探望也被阻止, 银行卡和身份证被扣, 加上亲戚朋友不许接济, 使王藏一家的经济濒临崩溃。 最大的两个小孩目前还在上学, 两个小的则留在家里, 由王立母亲照顾。 不叫软禁, 我觉得他跟软禁还是有一点区别, 就是说他会跟踪他们, 你这几个小孩到哪里, 家属到哪里, 他会跟踪, 随时跟踪你, 掌握你的行踪, 因为他说跟他们申请, 在这个小孩申请低保, 但是只给了一个月, 就是七月份给了, 然后八九十, 这三个月都没有给, 他的房贷也已经还不上了, 银行要继续采取法律行踪的话, 他当然就会起诉他们, 要求开卖房子了。 北京宋庄艺术家严正学, 曾多次以快递寄送物资到王党家, 面对好友两夫妻被长期扣牙, 他感到爱莫能助。 打电话也打不通, 打不进去, 我跟北京过保时, 我说我想去楚雄, 去看看他们几个孩子, 要呼吁的我们都已经呼吁了, 很多很多遍, 你看给他送东西, 寄东西就是等于一种, 另外一种方式的呼吁吗? 据了解, 看守所一直要求王藏解聘良名代理律师, 却被他拒绝, 其中一名律师卢思卫, 上星期曾到访王家, 门外的警察一度阻挠, 最后经过角色, 才能进入王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上周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席文, 公开指控成都大学校长王清远, 营私舞弊中保私囊, 并建立利益集团和独立王国, 连续挤压三任党委书记, 毛洪涛深受其害, 随后毛洪涛投河身亡, 四川温江警方已经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 成都大学尚未就此置评, 仅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公告, 称调查组已就此展开调查。 中国高校实行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 党委书记负责校务对重大工作和干部任免有决定权, 具有学术背景的校长, 掌握行政、科研、财政等大权, 而在学校的具体事务的执行上, 党委行政权力的分割界线模糊, 这使得高校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问题不断。 现局美国的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腾彪表示, 大学作为独立的学术单位, 应用专业民主的方法进行管理, 以教授指校而不是设立党委插手校务。 党政权力的对抗, 暴露出的是权力划分不明确的体制问题。 从大学角度来讲, 校长的权力还是比较大, 但是党委书记在很多问题上 只会和校长有矛盾, 这个也是造成很多丑闻, 很多问题的原因。 曾经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多年的腾彪认为, 学校领导班子的任免由上级部门决定, 信息缺乏公开透明度, 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集中, 必然导致有效监督的缺席, 从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 党委书记还是校长都不是选举上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 它无论有多少个领导, 多少个机构, 平行的机构, 它都没有办法相互监督, 因为都是上边来控制的。 从下到上, 学生和教授对这个党委跟校长 我根本没有办法相互。 据中国纪委监察报本月中旬的报道, 今年以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网站 共通报近28名高校厅局及领导遭到查处, 其中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院长 占比超过七成, 在物资采购、科研经费、 基建工程等领域腐败问题多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0月19日刊文指出, 对高校腐败问题必须大力整治, 坚决把象牙塔里的蛀虫清除出去。 与此同时, 中央加强对中管高校党组织的巡视, 31所中管高校自身建立起了巡查制度, 以落实监督。 腾彪说, 加强巡视和查处个例,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贪腐问题。 他认为, 要进化高校学术氛围, 杜绝贪污腐败, 必须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 根除政治斗争是关键。 如果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那就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体制, 或者要朝民主宪政的方向走, 那他不会往那个方向走的话, 所以只能想到的方法, 唯一的就是从上到下派巡视组, 然后搞运动, 这种方法能够揪出一些腐败官员, 大学里面的一些腐败分子, 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反复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本台, 毛鸿涛之死是党政权力较量中党败走卖城的个例, 党委书记和校长权力的对抗, 体现的是中国官场的斗争文化。 他认为中共权力对高校的过度渗透, 高校领导层政治权力泛化, 不同派别政治斗争激烈等因素都会导致腐败。 我认为是他就把权力就是这种讲党的脾气了, 直接就是扣在了大学的整个江山体系和提拔的体系中。 那么这些东西干扰了大学的真正的正常的评价体系。 那么这种多重的评价体系, 尤其是政治评价体系,政治总政的评价体系来取代了学术专业的评价体系。 当然大学已经被毁坏,已经腐败了, 然后再用政治手段把对方搞得你死我活了, 他们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夏明认为,真正解决高校腐败问题应从根本上做到高校去政治化, 杜绝政治斗争,建立科学的内部学术评价体系。 同时还应该使科研单纯化, 一旦学术科研项目围绕政治目标开战, 为专制政权服务, 腐败不可避免。 中国政府,它本身呢,就是说大学校园的腐败了, 不是说它那个解决的, 而是大学的校园腐败更多的是它造就的。 大来大学呢,就是说, 减少对教学腐败的话了, 和那个体制腐败了,教育腐败了。 我觉得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使得大学的评价体系变得非常单身起来, 也就是大学的管理体系应该以专家之校, 以就是校长之校, 那么为根本的就是结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南京楼框,今天是星期天, 正常应该是上课的了。 蓬佩网新建而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拍摄者早前前往优胜教育上海保头陆校区查看, 却发现室内漆黑一片,空无一物。 另外,优胜教育在北京、成都、天津、重庆、 哈尔滨等地的小区也相继关门停业, 同时还出现家长要求退款, 员工讨薪无果的情况。 愤怒的家长和员工, 19日到优胜教育位于北京光华路的总部维权讨要欠款, 不过办公室内空空如也。 优胜教育的创始人陈昊并未现身, 但他此前不久曾短暂通过视频连线与家长对话, 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据财经披露, 自去年开始, 中国国内就有32家教育机构倒闭跑路, 认为事件频发源于这些机构利用预定课程收到的学费进行扩张, 一旦新招收的学员数量没有及时跟上, 资金链很容易断裂。 与此同时, 鉴于新冠疫情, 培训机构的线下课程无法正常开展, 也是造成他们无法正常经营的原因。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说, 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现象使得课外辅导需求大增, 但需求却因疫情大幅缩减, 又遭遇中国体制的不完善, 导致培训机构纷纷关门大吉。 这个教育需求还是非常的大, 大家一门心思就是想多上课外的辅导课, 使得自己孩子个个都是小神童, 疫情的发展应该说它叫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 可是你实体店的市场需求消失了, 开销你必须要承担, 但是目前国内破产保护的这一块还是很落后的, 这些企业没有一个正常的退出的机制。 除了优胜教育等培训机构外,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下滑, 企业工厂经营失败, 老板卷款逃跑的事件频发。 例如中国互联网金融早前出现爆雷潮, 大批P2P网络接待平台倒闭, 负责人卷据资逃逸, 很多企业家也老得恶意诈骗之名。 李恒青表示, 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创业者的初心始于欺骗, 这是中国政府想要把责任甩锅给企业家的心理误导。 搞P2P的时候, 那是习近平和李克强, 他们两个一直在讲叫互联网金融啊,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参与投资, 把钱交给P2P的公司。 而P2P的那些刚开始的那些创业者, 实际上是认认真正地想服务于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在中国就是非常非常贫乏的, 但是风险他们没有注意到。 出了问题了以后, 他自己监管上了很多的失误, 结果他一股脑全都推给这些企业家, 说他们刚开始就憋着坏。 并往美国的民营企业家王瑞卿告诉记者, 跑路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无论是投资环境还是经济环境都没有保障, 民营企业家多时抱着羽狼共骨的心态。 就是中国大陆它始终改变不了, 它的投资环境很恶劣, 太普衷说中国金融政策以及司法环境都存在严重的漏洞。 金融政策长期以来它都是国有金融企业为主, 所以它给民营企业的支持都是很不到位的。 而中国的金融企业永远是以后送散, 所以它不能起到对企业的起众送散的这样一种作用。 三个就是司法环境, 就是你在中国做生意, 甚至一个很小的民事纠纷都可以随时转变成形式纠纷, 所以你瞬间你领得这种人身保障就没有。 某卫星感叹, 大部分跑路人士大多是被迫无奈, 他建议减少跑路的根本办法, 还是需要中国政府做出全面反思, 系统的清理法规, 从根本上改变对民营企业的政策, 让企业家们产生安全感。 紫耀之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刑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本周二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你在特定情形下, 经特别程序, 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做出特别下调, 对已满12周岁, 不满14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情节恶劣的, 尽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应当负刑事责任。 北京莫绍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绍平, 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因为现在人的认知年龄,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前了, 身体发育也提早了, 加上近年来14岁以下犯罪大量增加, 故有必要降临, 至于降多少, 是否应该适用特殊程序审理, 可以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确定。 中国律师王亚中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他也赞成降低刑事责任的年龄。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近些年民间呼声非常高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的背景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 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可以看着是对民间呼声的一个回应, 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它本身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失败, 在没有其他社会角质途径的情形下, 法律只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挽救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 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律师并不赞成以下条刑则年龄解决社会问题, 他说, 这种修理改刑法的策略本质上指标不指本, 我们现在的青少年现在犯罪的低流化有很多因素, 有社会因素, 家庭因素以及政府因素都有, 所以修改刑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位要求匿名的律师说, 如果将负刑则的年龄降低到12至14岁, 对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或者情节恶劣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认为这种修理的方法是不妥当的, 你以后会发现有些12岁的杀了人, 承担了刑事罪行, 有些13或14岁的人杀了人, 却没有承担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 所谓情节恶劣的标准掌握在公权力手中, 这就会产生司法的腐败。 2019年10月20日, 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了10岁女孩王某, 并抛尸灌木丛, 因犯罪嫌疑人蔡某某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警方对蔡某某实施收容教养, 期限为三年, 随后遇害女孩家属对蔡某某 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诉讼, 另据全国人大微信号称, 近年来, 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 引发社会关注, 有公众呼吁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也有人表示, 因恶意补足年龄, 据北京日报此前报道, 据统计中国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 占犯罪总量的比重已从2019年的12.3%, 上升到2017年的20.11%, 有人建议引入英美等国家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 这条制度指的是, 如果在未成年人杀人犯罪案件当中, 有证据显示该未成年人在犯罪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特征, 那么即便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依然可以按照成年人的方式进行审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据李小燕的朋友访民汪肃华回忆, 2020年10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 湖北省实验室房线清风渊民李小燕在湖北省信访局上访, 后被清风镇派出所警察拉走, 连夜拉回老家。 13号晚上6点多钟, 李小燕致电汪肃华说, 自己被送进了房线某一精神病医院, 我没有病, 请不要给我打针, 针字话一未落, 电话就被强行挂端。 本台19号多次致电该号码, 但是已经关机。 李小燕母亲唐又梅78岁, 目不实丁, 父亲年于90, 双目失明, 二人得知女儿消失之后束手无策, 难以进食, 以泪洗面。 唐又梅告诉本台, 她试图亲自给小燕送一批过冬的衣服, 并探亲关押地点, 却被派出所和村书记踢皮球。 本台拨通了李小燕女儿的电话, 对方听到是记者后挂断, 汪素华推测, 女儿也许受到了威胁被禁声。 李小燕的丈夫原本在襄阳市某邮政所工作, 2014年以医疗事故死亡, 遗体至今停放在病医馆为下葬。 此外, 她在老家的土地被当地政府强行征用, 却没有收到赔偿金, 政府声称以办理理宝的方式给予补偿, 但她从未收到一分钱。 李小燕从此走上上访之路, 军寻于省市县和国家级信访机关, 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答案。 关于访民被当成精神病, 李小燕只是冰山一角。 王苏华告诉本台, 她在实验, 接触到好多年轻力壮的正常人上访我们, 最后被治疗的生活不能自领。 我脑里以前做博士, 他没有健身病, 他确实一个正常人。 健身病认识到身体上方嘛, 健身病当于摇摇的人是大富汗嘛, 整死的全大呀, 我们已经是个罗列士嘛, 没有办法来讨, 与他们讨训嘛, 他们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都在实验。 王苏华原本是实验师毛建医院的医生, 在举报同事敲诈病患后遭到报复, 他也多次被关黑监狱, 受到辱骂和殴打。 大概在六年前被关押在丹江口市高加沟时, 他解释了同病相连的育友李小燕。 二人都渴望着沉渊得血, 但是从乡镇部委到中南海, 仿佛隔着一道无坚不摧的城墙, 让他们无法穿越。 像各部门, 不过是什么认识大也好, 信方局也好, 什么纪役也好, 确实是做一个的太多。 我面前有些赏方的失落多少, 确实赏方技术师面里任何消息都没得, 对方认识了多得很。 至于人权网站名声观察统计, 该网站自2007年12月起至今, 就记录了500多个中国各地被精神病的个案。 今年4月, 引导北京王父亲发政治传单, 被关入山东凌漪第四精神病医院的封草宴, 如今已出院。 据他的女儿艾丽丝说, 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说话大舌头, 思维不如以往流畅, 行动僵硬, 脑袋发木, 腰痛严重。 8月29日, 他被常年家暴的配偶阳光再次送入医院, 9月15号出院后的用钥匙, 奥旦瓶口崩片, 劳拉西盼等等。 2013年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施自愿原则, 除非救人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住院治疗。 第一, 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 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 第二, 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 艾莉莎表示, 风小燕从未做出以上行为, 她从未进行精神检测, 她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入院前自己是无明示行为能力人, 或患有严重精神病的潜体下, 被强行拖着医院。 中国公共卫生专家万言海告诉本台, 多年来, 中国以专制手段打压公民的本质未变, 维稳机构从收容所、劳教所一路演变到精神病院, 尤其是近年来, 当权者更注重思想控制, 被精神病随之猖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现在武汉市的市长周勋王, 他就是应该为盲报承担责任, 同时他这也是一个盲报, 也是一个犯罪行为, 所以说我认定他就是一个犯罪分子, 他就是一个犯人犯, 同时他之前在武汉市也承认了两个工作组调查我, 一个犯罪分子, 反而调查我这个追责的人。 张海告诉本台, 这是他第五次向中国当局提交与疫情相关的控告或申请材料, 之前的每一次都是陈大海, 等待他的只有警察的无尽骚扰和法院视若无睹的冷漠, 他们好像要用行动让张海明白, 问责求偿都是徒劳, 你们命如蝼蚁, 无人买单。 湖北省纪委监委党风正风监督市副主任叶志强, 称赞中国抗议事, 问责规模空前, 力度空前。 但是张海认为, 中国选择性的披露官员信息, 并未完全公布有哪些官员具体犯了什么罪行, 承担了什么法律责任。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律师陆妙青指出, 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以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 二月以来, 张海连接失去了五个微博账号, 微信电话皆被严密监控, 他为父亲所做的维权工作, 对其他死难者家属死磕到底的呼唤, 全部被当局限缩在一个真空泡泡里, 那里面只有他自己, 不断吼叫却没有回声, 欲伸张正义, 却孤立无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成员杨战青告诉本台, 律师团成立以来, 最终递交诉状的只有五个人, 分别是疫情中失去父亲的张海、 菊敏和赵磊, 失去儿子的钟汉能和失去女儿的杨敏。 杨敏在疫情中痛失了24岁的独生女, 和张海一样, 她在9月底接到了法院不与立案的电话, 她在微博上问,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凶手得到严惩, 我该找谁说理, 老天爷能睁眼看看吗? 10月14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深圳出席, 经济特区40周年纪念大会。 张海带上一封给他的公开信, 到了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 两人紧隔了100多米, 但是几道封锁线和B1警察让他不得入内。 要是有上翅膀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飞过去了, 我们习主席他很多场子他都说了, 要以人民的主旨为他的奋斗目标, 谁是人民, 我就是人民, 同时我的父亲和招牌者都是人民, 我见到他, 我肯定要向他当面控诉, 无关事发生的这些很可怕的命运, 从谁也要控诉对我们的这些打压。 张海的父亲在武汉感染新冠后短短15天内离世, 张海成为中国就疫情索赔, 状告政府的第一人。 8月回武汉会见家属的时候, 一位朋友透露, 三个国宝今天来秘密调去小区监控, 你赶紧回广东, 他们会制造车祸, 让你无声地消失。 回到深圳, 他不敢联络任何亲友, 走到哪都要小西意地关闭手机定位。 陆妙青说, 父亲去世九个月之后, 张海时不时会梦到他, 梦里的张丽发欢快地吃着东西, 去世前他已经身患老年痴呆, 总是像孩子一样不知鸡宝, 然后张海惊醒过来, 他翻看手机里遗留的影像, 父亲死之前带着呼吸罩, 张大嘴吸氧, 瞳孔扩散, 就像是一条被冲上浅滩冰死的鱼。 张海试图伸手合上他的下巴, 听到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这痛苦之中, 他离开这个世界, 昏迷之前他刚才跟我说了嘛, 所以说, 爸爸不想求求医生救救我, 所以说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忘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药监局, 同国家卫健委, 银保监会共同起草的 疫苗责任强制保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市疫苗的, 上市许可持有人, 需投保疫苗责任强制保险。 该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最低责任限额, 死亡赔偿金每人不低于50万元。 近些年, 中国毒疫苗事故频发, 使中国在疫苗安全方面丧失了公信力。 上月底, 来自全国各地的毒疫苗受害儿童的家长们, 聚集在北京卫健委门前维权, 试图引起当局对疫苗受害者后续的治疗和赔偿问题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疫苗受害者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应有的救助和赔偿。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退教授李敦厚告诉本台, 保障疫苗安全不能仅靠完善赔偿机制, 而是应该更注重疫苗在研发阶段的安全性。 我是觉得比较根本的问题应该是要把疫苗的审查和工作做得更确实一些。 如果说打了疫苗以后我有这么多的问题的话, 那么在前面要核准之间, 前面的Face做的就是Safety, 那现在要回去, 我想在讲赔偿还是什么事情之前, 最好是以我来看最好是要回去检讨到底Facebook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审查的标准是什么样。 李敦厚说, 中国现在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疫苗生产商, 而缺乏国家法律层面对毒疫苗受害者的保护。 我以前说中国的问题是因为法治上没来不够嘛, 一方面好像是自由经济的时候, 你常常拟贷护折嘛, 对, 可是这个的话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一大问题呢。 李敦厚告诉本台, 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 并多次修订完善, 该法制定了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 同时由疫苗伤害赔偿信托基金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以补偿在1988年10月1日及以后因疫苗引起人身伤害或死亡的索赔。 湖北疫苗受害者家长叶红针告诉本台, 他认为现在开始要求疫苗责任强制保险, 对现有的疫苗受害者意义不大。 叶红针认为, 在索赔过程中完善第三方事故伤害占定标准是关键。 他认为在伤害已经造成的情况下, 完善疫苗伤害赔偿机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河南疫苗受害者家属李鑫和方美夫妇认为, 面对疫苗安全问题, 中国应该完善疫苗产业的各个环节。 他们呼吁在法律层面对行业进行规范化, 制定疫苗伤害法, 是疫苗受害者在索赔时做到犹罚可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一斌华盛顿报道。 北京武汉预约接种实验中的新冠疫苗, 安全保障机制区别在哪里? 另外,新冠患者康复后还有没有传染性, 免疫力能维持多久? 大家好,欢迎收看北国金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盘。 近日星期, 美国强生制药和里莱制药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和新冠抗体药物, 因为有志愿者出现不良反应喊停临床试验, 再次提醒各国开发新冠药物过程中的风险, 以及透明度和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性。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中国国药集团已经在北京和武汉开放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并且宣布出国留学生优先。 那美国两大制药公司的挫折会不会提高新冠疫苗审批的门槛和推迟疫苗诞生的时间? 中国广泛接种实验中的新冠疫苗会带来哪些风险? 北京加入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后, 中国疫苗是否被广泛接受? 今天我们邀请原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 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玛,谢谢您邀请,观众朋友们好。 美国制药公司强生是新冠疫苗开发中的领先者, 那因为一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不良症状, 喊停了三期的离场。 那目前是否有进一步的消息, 强生的疫苗是属于哪一种疫苗? 那目前呢,根据长生公司对外发布的公告来看呢, 没有具体的对外公布, 证明病人具体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不良的反应。 因为通常呢,其实对于疫苗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话, 特别是到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因为你的参与的实验者, 志愿者的人数相当多, 比如说像僵士这个实验, 它就有6万多人的这个注册嘛, 最终要找到6万多人, 那不过里面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然就是遇到不良反应, 特别是严重不良反应, 就是severe adverse event, 这样的案例了, 应该是会, 断断续续续的都会出现吧, 这才是三期临床实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因为这个安全性, 只有在足够大的人群进行测试过以后, 才会知道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测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系统性的不良反应, 因为肯定疫苗注册的话, 注册的话, 你经常会有一些, 比如说肌肉疼痛, 注册肤的肌肉疼痛, 也会有一些, 就是批法呀等等, 各种不良反应都会有, 但是比较严重的是一些系统性的, 比如说发烧, 或者是一种严重的呕吐过敏反应等等, 那前不久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EstraZeneca这家公司, 当时停止了他们的实验, 那也是因为一个病人, 他是得了这个横框性的脊髓炎,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所以当时停下来了, 但是这次Johnson公司, 他们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病人的, 这个得病的细节, 但我估计也应该是说, 这个病人应该是住院, Hospitalized这样一种情况, 去进一步的观察, 但这是有待于, 这个公司进一步对外透明, 现在公司是说, 要保护这个病人的隐私, 但理由暂时不对外公布, 也会说他们想进一步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不是跟疫苗有关, 还是说这个病人, 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了, 产生严重不良反应, 所以这是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那么在新十二美国的 利益大制药公司, 李莱制药, 也是因为他在研发 这个新冠抗体药的过程中, 有参事者出现了不良的反应, 也喊停了这个实验, 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这个消息也是端出来了, 所以这家公司跟Johnson公司一样, 他们也还没有对外公布细节, 因为LIDD它实际上不算疫苗, 它是一种单格龙抗体的治疗的方案, 全部觉得也知道, 他们也对外公布了一些研究的数据, 所以说整体上这些公司都在一期二期, 有一些比较promising的, 比较相对乐观的结果, 就是能够看到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或者是这个疫苗有一定的能够激发综合抗体, 还有就是免疫基细胞这样的一种前期的效果, 但是到了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都面临着就是说, 能不能在不同的人群中, 都能够有相对的这种安全性, 但是我觉得客观的来说, 这些事情不断的出现的话, 其实是最正常的情况, 因为如果一个疫苗事件没有severe adverse event的话, 没有这个严重的不良反应, 那反而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因为即使是现在已经在社会上用运行了多年的疫苗, 其实美国政府也有这个一个机制, 专门让这个社会上去通报, 就是说注射疫苗以后有哪些严重不良反应, 这个机制叫versa, 那其实光2019年, 全美就收到48000例的疫苗的不良反应, 那其中8,90%当然是比较弱的一些不良反应, 或者是说有一些副作用, 但至少有10%以上的是严重的不良反应, 有些人要住院, 有些人要严重的过敏, rash等等, 那这都是在疫苗界是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发生了这种状况以后, 要怎么样处理, 在监督安全机制方面有什么样的保障? 这个是在疫苗在实验的设计阶段, 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的, 所以这些疫苗, 参与疫苗实验的这些志愿者吧, 那他们本身跟医疗机构的这些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些人的信息, 注册以后这些, 这个临床实验的话, 就要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人员, monitor 这些人的情况, 最终这些人的情况, 一旦有不然情况, 肯定会, 就医疗团队要么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进一步观测啊等等, 或者是即使要上门救助啊等等都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临床实验的这个成本非常高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要需要很多的医疗工作人员来配合, 那有时候还有刚注册的, 刚刚比如说注册一些疫苗的人, 就有的实验还要求这些病人, 在临时在医院先观察两天, 才能让他们回家去啊等等, 所以这个相应的医疗照顾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整套的机制, 再加上还有专门的这些, 比如说数据独立的数据评估机构, 来分析这些临床现状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 不同的专家团队要他们去分析, 因为有时候也不容易分析出结果, 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因为注射疫苗以后, 带来的这个直接的这种效应, 比如说病人有一些underline的condition, 有时候也不是事先, 比如说像这个医疗结果通报很清楚, 所以有的人就想通过, 比如说疫苗现能够赚一点钱啊, 因为很多公司会付几千块钱给病人参加这个临床实验, 那有的人真是生活很困难就想赚一点, 所以他自己有困难条件也不见得对外就说清楚。 那现在这些制药公司, 比如说长生里兰, 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都遇到了这些挫折, 那会不会提高疫苗审批的门槛, 或者推迟疫苗诞生的时间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疫苗的安全性的门槛应该是整个科研团队, 还有这个医疗团队, 他们事先就确定好的, 所以在这个trial.gov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临床实验, 他们自己事先制定这些标准, 然后这个医疗团队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必须停止下来这个实验, 而且也有独立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机制, 所以应该不会说影响到整个疫苗的这个质量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真有严重的反应把它停下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嘛, 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是不会变的, 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疫苗推出, 那就看比如说这些的不良反应, 是不是真的被发现是因为疫苗引起的, 那可能会往后拖延, 如果不是疫苗本身直接引起的, 那有可能继续下去, 那这个星期中国国药集团开始在武汉和北京两个城市开放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这个新冠疫苗还没有通过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这些预约成功的人可以在两个星期以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接种了, 那南华早报报道说到10月13号也就是星期二为止, 已经有15万5000多人报了名, 而且呢还有76万多的人表示有兴趣, 你怎么看这种国药集团这种做法的风险? 我觉得一定程度像国药集团这么做呢,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一种做法, 因为你疫苗, 就算是非常成功的疫苗, 那一般来说在这样大疫情的情况下, 你要考虑到哪些地区, 比如说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哪些的医疗机构的人员现在需要打疫苗, 对吧,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分配好这样的疫苗的注射的人群, 对不对, 那你如果只是在网上开预约的话, 那当然谁有这个便利, 甚至一些黄牛党里有些专门的软件可以抢, 就像抢购一个什么音乐会门票一样, 他通过这个软件来抢购来预约怎么办,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样完全对社会公众开放做预约的话, 把这个疫苗变成一个人们可以抢购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事情, 而是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考量, 而且也牵扯到这个疫苗能不能及时运送到位的问题, 就算比如说我是在富山偏远的一个城市, 我抢购了一个预约, 可是这个疫苗怎么能送到我那儿, 不是也是个问题吗,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机制, 所以我觉得其实国家公司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配合他们公司的股票的升值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制造社会效应的问题, 我这么一做,看全国有这么多人要我这个疫苗, 那我公司的这个声誉, 就有可能提高我的股价会进一步上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炒作, 所以我觉得也一点不奇怪, 过两天这事情就可能被上面要求取消了, 对不对, 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做法有其他的弊病, 不便于对外公布, 那这里面真的它本身就是国药公司, 他们在这个公布的过程中也没有明确谈到, 就是到底你将来这个疫苗, 这个你收人家多少费用都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怎么执行, 对吧, 这个这里面有很多细节, 所以这个预约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虚拔。 那中国在上个星期四确认加入了疫苗保障机制, 这个机制的目的呢, 是让所有的国家都有获得新冠疫苗的这个公平的机会, 那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 比如说台湾的卫生部长陈始忠, 他就明确的说, 台湾不要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 是不是对新冠疫苗这个安全性投下了五线认定票?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其实另外一种分析我也看到, 就是说实际上当初推出这个疫苗保障机制的时候, 其实中国方面起了很多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作用, 他们想要一个机制让各个国家能够买中国的疫苗, 因为你通过一个联合国作为一个前面的一个一个缓子的话, 这个机制如果不透明的话, 很多国家就没办法说一定, 比如说我不要中国的这个疫苗, 对不对? 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现在像比如说像台湾这样, 他们非常明确说不要中国的疫苗的话, 那它也就不见得非得加入你这个机制嘛, 如果中国的疫苗现在跳过了三七零临床线, 带来很多国家对它质量的质疑, 包括俄罗斯也是面临这样一个处境,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疫苗的质量没法保证, 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加入这个机制, 在一种不透明的情况下去预定一些疫苗, 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这个疫苗, 到底是不是安全是否有效, 这个所有国家最想考虑的, 那至于说怎么购买, 我觉得这个每个国家都会想自己的办法, 不见得非得需要联合国家其中协调。 好,感谢原沃尔德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 林小旭博士我们做的分析, 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 并必定代表美国之一, 接下来新冠康复者, 它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多久, 是不是还有传染性?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在其他国家还在新冠疫情中挣扎之际, 中国经济从三个月的全国封锁停摆中恢复了增长, 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 成为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8日,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潜注优势。 然而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公益人士,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战青告诉本台, 从目前来看, 中国体制发挥了作用, 但人民为抗击疫情付出的代价过大。 杨战青认为单从疫情来说, 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有利于控制疫情, 但年初武汉的仓促封城, 扩大了武汉市民不必要的牺牲。 他认为, 在武汉生活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封锁, 有利于防止疫情扩散, 但武汉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 使本该避免死亡的重症感染者, 不能及时接受充足的医疗救治。 今年4月,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武汉新冠肺炎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据进行了修正, 截止到4月16日, 武汉死亡病例激增至3869例, 粗死亡病例达7.6%。 杨战青表示, 虽然中国广泛利用生活路径追踪等大数据监控技术进行防疫的成果显著, 但大规模数字监控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中共统治。 在疫情结束后, 监控系统不会取消, 只会被加强并成为常态。 长久来看, 我说非常大的代价, 人更生活在那种恐惧中, 因为你说任何疑忆不满的话, 政府就非常低调成本, 就知道对其他人的影响无形的电容恐惧扩散, 更没有人去反抗, 这个社会就会更倒退。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中峰所表示, 中共当局以及全手段在疫情初期压制吹哨人李文亮等人对社会的警示, 并拒绝世卫组织专家组进驻中国进行调查, 从而导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正式体现了威权体制的劣势。 这是中共做着自己不可以的一个说法, 如果没有中国专制压制性的自由, 这个世界在中国肯定很早的被发现, 被知名不得发现, 而在这种世界性的灾难。 周峰所指出, 成功控制疫情的台湾模式更值得借鉴, 他认为疫情期间, 台湾人民在医疗、福利、 人权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最大保障, 相比之下, 中国的抗疫模式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 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数据显示, 中国每10万人新冠死亡人数为0.34, 自由之家每年发布的全球各国自由度指数报告中, 中国只有10分, 而台湾每10万人新冠死亡人数仅为0.03, 自由度指数远超中国达93分, 自由之家认为独裁不是对抗新冠疫情的必要条件。 周峰所表示, 中国是在利用新冠疫情, 对内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 巩固专制政权, 对外则是对国际社会进行选择性误导, 并大力推广数字监控技术为其寻求合法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曾德恩近日发布长篇报告, 指出新疆刹车县政府数据显示, 当地有上万名因单亲或双亲被关押的维吾尔困难儿童, 其中约一千人的父母都被关押,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被送进了福利院, 另一些则被送进了寄宿学校。 曾德恩去年7月就曾发布报告披露, 北京当局在新疆开展的大规模关押运动正导致大量孩子与父母分离。 最新报告引述政府数据显示, 2017年到2019年, 新疆小学和中学的寄宿学生数量从近50万升至88万, 增幅超过七成, 而这与政府在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展开的大规模关押运动的时间大体吻合。 曾德恩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像去年发布的报告, 最新报告的不同之处就是后者整合了大量的地方政府数据, 近年夏天, 他获取了超过2.5万个中国不同政府部门的文件。 他指出, 这些维吾尔儿童被送进越来越多的寄宿场所, 表明北京当局正在从城计议其志向方略。 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政府有个长远策略, 那就是通过拆散父母和孩子, 并控制孩子的方式, 强制改变维吾尔和其他少数群体社区。 我认为这是个长期计划。 报告特别引述了刹车县家庭困难学生花名册, 这份文件列举了9500多名学生的住址, 身份证号, 学校名称, 族裔, 所在年级和家人的被关押情况。 这些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父母中至少一人进了监狱, 被收押或被收教, 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维吾尔儿童。 没有一位汉人, 这些学生中, 有822人被列入双困名单, 其余的人被列入单困名单。 家人的被关押情况显示, 双困学生的父母都被关押。 文件显示, 上述近万名学生中超过半数进入了寄宿场所, 包括近半数的单困学生和近九成的双困学生。 这份文件还披露, 有上万名家长仍被关押, 其中约两成进了监狱, 近两成被拘留, 并有近六成被收教。 研究中国维吾尔政策的英国诺丁汉大学专家莱恩·图蒙表示, 当局拆散维吾尔家庭的目的之一, 就是试图塑造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 这些拆散家庭的行为或寄宿制体系, 剥夺了孩子学习维吾尔文化的家庭环境。 从一致情况来看, 当局或多或少是在汉文化的环境里培养他们。 曾德恩说, 他去年获取的上万个政府文件还显示, 新疆河庭地区的儿童被寄宿的情况与刹车线颇为相似, 他相信这种现象在南疆相当普遍。 关注中国宗教和人权自由的韩东杂志网近日引述一些新疆知情人士, 证实了曾德恩最新报告的一些发现。 报道引述了一位曾住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女子因德北说, 2018年, 他协助他的汉族上司来到一个离和田市不远的偏僻村庄, 进行了为期三周到亲戚家做客的工作。 近年来, 中国政府动员了绝大多数是汉族的上百万干部职工住进少数民族家庭, 也就是当局所说的结队认亲, 以便对后者进行教化和监视。 因德北表示, 当时他的村里只看到老年人在照顾幼童的场景, 当地还建造了一个大型福利院, 照顾那些父母被送进在校育营的儿童, 他们还计划一些第二个。 英国学者图母还指出, 另有迹象表明, 这些儿童被寄宿违背了其父母的意愿。 在不少隐治案例中, 尽管父母中仍有一方或其亲戚愿意抚养他们, 但当局仍然把这些孩子与家人拆散, 也就是说, 政府在拆散这些家庭的过程中, 违背了家人的意愿。 他被问及此事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周五再次对报道作者曾德恩进行人身攻击, 称他是一位臭名昭著, 受美国政府雇佣的板划枪手。 4月RG电台记者佳奥华盛顿报道。 中国新疆发展研究中心20号发布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就业调查报告指出, 新疆少数民族民众劳动就业呈现明显的自愿性、自主性和自由性。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则强调, 这个报告的企图是转移国际社会谴责中国强制强迫维吾尔族人, 充当边疆劳役的事实。 针对西方一些智库发表报告指出, 新疆存在大规模强迫劳动现象, 新疆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学者、专家对新疆少数民族民众劳动就业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报告称, 近年来新疆南部克什和田阿克苏地区, 以及克兹勒苏科尔克兹自治州的各项产业快速发展, 但仍不能满足当地民众就业需求, 越来越多沉香赋予劳动力, 将目光投向了公司收入更高, 工作条件更好, 生活环境更佳的新疆北部城市和内地发达省市。 世界威沃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李夏琪反驳这份调查报告, 他说, 他报告居然宣称很多劳动力把目光投向了收入更高, 而造成更好的一些发达城市。 完全是个建造黑盖的火山。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将他们探植到当地提供更高的这些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呢? 相反, 中国未来是促进更多的移民进入到当地, 却提供了很优护的这些福利, 高工免费提供住房, 保证他的所有的相应的配套的福利, 同时他还保证拥有这个退休金。 那么这么好的这些福利待遇, 为什么不提供给这些维吾尔代表的劳动力呢? 调查报告也证实,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 新疆少数民族民众自发性就业确实存在质量低、 收入低、稳定性低、三低的问题。 调查报告也就近年来, 不少专家学者研究了少数民族民众在北京、 天津、武汉、南京、东莞、西安等地劳动就业状况, 说明他们普遍认为, 少数民族民众外出劳动就业完全是自愿、自主和自由的, 自愿决定外出劳动,自主决定去哪里就业, 自由选择何种工作。 针对调查组强调, 在相关学术文献中, 没有查到任何关于强迫劳动的词语或近似表述, 迪里萨提以为。 而当局发布所谓的自愿调查报告, 企图转移国际社会, 谴责中国强制强迫维吾尔人充当炼价劳逸的事实, 报告严重的歪弃了现实, 将现代版的奴隶和美化成了所谓的自愿。 市委会指出, 所谓问卷调查完全是一个闹剧, 任何人在中国政府的直讯下, 只能按照当局的需求去回答问题。 如果提出不同或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这个人就会失去自由观进集中营内, 接受政治洗脑。 旧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里报道。 自今年7月起, 云南昭通的苗族牧师王海及他的家人持续遭受着地方当局的威胁, 骚扰乃至搜捕,并引起外界关注。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曾在10月12日表示, 王海牧师本人已有两个月于渺无音讯。 10月19日, 记者连线采访到了王海牧师本人, 了解到了关于此案的一手信息。 昭通位于滇东北, 19世纪末, 英国寻道工会牧师伯格里前往当地传教, 在当地苗族中开创了信奉基督教的传统。 中共建政后, 当地苗族教会虽遭打压, 但苗族中的基督教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王海是云南昭通三一圣堂教会的牧师, 该教会位于永散县连峰镇六景村, 是一所苗族教会。 他的父亲王才华在1990年代创立了该教会, 是该教会的首任长老。 他的两名弟弟, 目前分别是教会的长老和秦师。 该教会所在的苗寨条件艰苦, 至今未能通电、通路、通水, 亦无法得到搬迁。 今年7月, 王海的父母前往村委会, 就生活条件问题进行交涉, 由此使他们一家成为了骚扰与迫害的对象。 所以他们就在村委会去反映, 这个特上困难的父亲的时候呢, 就被在村委会就被拍一种, 当时我母亲在村委会就病倒了差不多, 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之后呢, 他们就进行对我父母的一个违法抓捕这样, 他们一抓捕呢, 不单是抓捕我父母的问题, 是暗地上, 特别是晚上这样也是在抓捕我们, 这个牧师长老这样的一个, 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吧, 到这我们目前呢, 我们家人都全部都分散了, 我父母还有我兄弟他们目前都有下落, 我呢是因为到, 他们逐机到我们租房, 也就是招通社的地方来收捕我的时候, 恰好我没有在家,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情形比较严重, 我就直接跑到城里面去, 跟那个领导反映这个问题, 所以我呢目前是还没有被他们抓捕, 但是每一天还是活在比较空军战争的那种生活里面, 王海说, 他在10月10日前往昆明上访时, 被云南省当局告知他是越级上访, 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直到现在, 他的家人仍处于失联状态, 那目前通知也没有, 什么罪名也没有, 我也是问了我们派出所的所长, 那他说是这个是连我都是不允许去看的, 在谈到目前教会的运作情况时, 王海表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为了要抓捕我们牧师长老, 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很多教弟兄姊妹都很难来到教会, 然后我们家庭牧师长老一说事之后呢, 教会里面就没有带领的, 所以有个传道带来带领, 据听说, 我们教会从两代信徒, 一般是一百左右的领带的信徒, 现在到这了差不多, 跟他的电话在评讯他的时候, 好像有几个信徒在做礼拜这样的一个后果, 王海认为, 他的家人及教会之所以遭到迫害打压, 与他们苗族基督徒的身份有关, 我们做事的一个苗族, 又是一个基督教教会的弟兄姊妹, 所以才到次针对我们这些作为牧师长老的这些人呢, 就压迫, 甚至是偏待或者是不公, 自由亚洲电台科学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运城地处近西南, 自十九世纪后期起, 就与瑞典传教士结下不解之缘, 在1888年至1950年间, 先后有上百位瑞典瑞华会的传教士来到此地传教, 据寒冬杂志在今年十月十七日披露, 中共于今年九月十二日以拆除违法建筑为名, 出动了上百名人员, 将安葬在运城市亥州镇一处公墓的二十名瑞华会传教士的坟墓拆毁, 并在废墟上种植植被, 十月二十日, 记者采访了两位来自山西, 现居美国的基督徒, 听取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白先生现居美国西部, 在出国前曾从事文史工作, 他从历史的角度, 分析了中共拆毁运城亥州瑞华会传教士墓的用意, 山西天主教还有基督教从今非常发达, 尤其是十九世纪末, 很多的从西方来的宣教士来到了山西, 给山西带来了很多文明的种子, 他们给当地带来了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宗教, 而且更多的是现代文明, 还有它带来了许多医院, 还有学校, 这其实是促进了山西当地的静代化和现代化, 它是现代静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现在中国在对于这样一些遗迹, 还有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群人进行毁灭, 消除他们在当地的一些影响, 这其实说明中共对于真正的先进的文明, 是一种抵制还有压迫, 这更反映了中共对于真正的文明开化, 它其实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因为人们一旦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或者需要什么的时候, 其实是不利于他们在这个地方进行统治的, 现居加州来自山西的范旭明则说, 运臣谢州政府强差和填平瑞华会宣道士墓地, 让我想起1900年发生在山西各地的教案, 清政府当时实行了针对宣教士和基督徒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 山西的基督徒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 有200多位各国传教士, 2万多位弟兄姊妹被残忍杀害, 遇难人数是当时各省之罪, 今天的中国政府和晚清政府出境一样, 都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作为来自山西的基督徒,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 谨记但一礼和他的三个朋友们的故事, 信仰不变, 同胞不忘, 祷告不停。 美国人权组织国际基督教关怀东南亚区负责人吉纳吴, 也对这一事件发表了看法, 他说, 其实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 宗教政策就是趋向宗教国有化, 也才会有所谓的宗教中国化, 及遵循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向, 这几年来北京对宗教的打压更是严厉, 是改革开放以后少见的压迫, 如今的中共政权不仅针对人在国内的宣教士进行驱逐, 以及威胁恐吓, 连已经过世数十年的宣教士都要将他们的目的摧毁, 这看出他们对基督教的恐惧, 任何跟西方有关系的人事物, 现在似乎会特别遭受到打压。 自由亚洲电台科学记者孙诚, 旧金山报道。 在中国, 无论是官方承认的教会, 还是被政府打压的地下教会, 无论是大的宗教, 还是小的民间信仰, 都被当局要求随党性跟党走。 据美国和西方专注于中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机构介绍, 近来中国政府加紧整治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 进一步灌输无神论和对中共领袖的崇拜。 中国对境内基督和天主教的管制全面强化。 对华援助协会10月11日说, 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无法正常销售某些书籍。 无论书籍的封面还是商品介绍的内容, 基督二字都被改成JD, 或直接把基督二字抹去。 JD显然是基督汉语拼音基督的塑写, 与此类推书讯当中的YS代表耶稣, SJ代表圣经, 神主等字眼则被图标或者色块遮盖。 报道认为这是躲避中国网络审查的结果。 中国当局对境内基督和天主教的管制早已超出了对宗教出版物的审查。 近来, 圣诞节被冷遇遭抵制, 各地强拆十字架事件则主要针对官办教堂。 北京家庭基督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拆教堂的十字架, 从2014年很多教堂的十字架被拆了, 家庭教会很少都有教堂, 拆的大部分教堂的十字架, 实际上都是官方的三字教会的十字架。 中国以前呢, 以前呢, 实际上就是这么多年, 什么江泽民时代, 都是三字教会实际上是党的助手, 一直不受打压, 他们是打压的家庭教会, 但是在2014年之后呢, 不光是家庭教会就受打压, 这三字教会呢, 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不应该有的待遇, 不应该有的对待, 因为他们一直是帮助帮助这个党工作的, 在这个管理教会上啊, 所以党的这个清教群众跟那个党之间的这个牛太啊, 不应该受到打压, 当然他们也在受到打压了。 另外, 对华援助协会报道, 中共正在封杀音乐教材当中, 包括贝德芬欢乐送在内的所谓宗教音乐, 要求教师从教材当中将这些内容删除, 并警告说一旦出现问题, 个人负责。 另外, 随着繁中关系的持续接触, 中国天主教徒, 特别是地下教徒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他们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管制, 另一方面要承受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勾兑的政治现实。 中泛主教任命协议的全部内容至今并不为外界了解, 而仅就范立冈就任命主教的神圣教务与中国政府接触, 中国民间基层教会成员颇有为辞。 云南省的教徒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那他将本身将他的圣职受给一个无神论政权, 这是肯定不合理, 这是犯罪, 这是犯罪, 因为不管怎么讲, 中共它是一个世俗政权, 你把圣职的权力受给一个世俗政权, 这肯定就违背了圣经, 因为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北京基督教徒徐永海说, 陕西省天主教徒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教防的那种做法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对上帝的一种背叛吧。 中国打压和整治所谓外来教会流派的同时, 民间信仰也受到中共无神论精神文明宣传的猛烈当地。 说在意大利的宗教刊物韩东, 10月11日报道, 河南省林州市一个月拆毁民间庙宇91座, 改造寺庙100多座。 该是整治民间信仰场所的行为, 被认为是地方政绩的标志, 很能代表全国各地整治宗教的态势。 报道说, 该市李家湾村现在无一处庙宇, 龙王庙被拆, 土地庙和佛爷庙被政府接管, 这三座庙里都建于明朝。 马王村使建唐朝的龙王殿、 菩萨殿、奶奶殿全部被政府改作他用。 权势范围内, 民间信仰电雨被改成了老年活动站、 农民夜校、 天然气管护点办公室、 消防应急站、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等。 寒冬杂志还说, 为削弱宗族势力, 湖北省校感是一些百年的宗词, 被改造为党的宣传基地和公共活动场所。 当局以文革口号宣称, 这就是破四旧, 利四新。 据悉, 中共控制民间信仰的一个主要做法, 就是要求宗教场所申请登记, 但是缺德几乎所有的申请加以拒绝, 然后以无证为由, 对倚存宗教场所, 其中包括佛教、 道教、 民间宗教进行打压, 全国类似事件无数。 近日推特流传一段视频显示, 一处用于祭坛的房舍内, 身穿长裙的一名女青年进殿后, 在毛泽东、习近平等 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前, 双手合十, 后行军礼, 接着他前行到供桌前, 行三跪九寇大礼, 全程十分专注。 这个被网友称为疯癫不伦不类的摩拜画面, 不排除恶搞的可能, 但是确实使人联想起, 中国境内各革命圣地的参观者当中所弥漫的狂热。 中国宗教信仰领域乱象匆生的同时, 官方继续强化对这一领域的规管。 12月1日即将执行的新法, 伊斯兰教朝禁事务管理办法引人注目。 该法称将坚持中国宗教中国化的方向, 中国公民前往沙特迈迦朝禁, 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负责组织, 其他任何组织者和个人不得组织这类活动。 朝禁应当有组织, 有计划, 有秩序, 依法进行。 这部管理新法特别规定了每年的朝禁人数和分配办法。 印度新闻网站共和国世界10月13日说, 中国对境内穆斯林卖家朝禁正在日渐收紧, 能够前往卖家的中国穆斯林日渐减少。 2016年, 有14500中国穆斯林前往卖家, 2020年的朝禁人数预计将下降到11500人。 朝禁组织者只能是中国的官方机构。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正顿报道, 最近有华人组织控告美国政府, 说禁止微信在美国运营是侵犯了言论自由,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前日子也有网友控告中国的微信公司, 说他侵犯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 而且这两班人有很大的重叠, 看的人眼花缭乱,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 中共对微信和微博的控制广为认知, 其删帖封号的野蛮快速也广为认知。 这如果不违反言论自由, 什么才是违反言论自由? 中共毫无廉耻的声称没有什么言论自由, 在法律和实践中公开和严厉打击言论自由。 这是被全世界承认的事实。 最近刚刚在言论自由度评比中位列垫底, 是全世界200多国家和地区中最没有言论的国家。 微信能够例外吗? 腾讯公司和微信并没有核查进监狱, 反而受到中共扶持, 这说明他有言论自由吗? 微信等等中国的网络公司不得不帮助共产党打击言论自由, 封锁政治批评, 这正是言论自由的反面, 是在维护言论不自由, 这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系吗? 但是一群人硬是指路为马, 把打击言论自由说成是维护言论自由, 无耻地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政治, 还扮演成维护民主宪法, 甚至扮演成异议人士, 这是对民主自由法治的极大的讽刺。 最近以来, 美国人民和政府加大了对共产党渗透的警惕, 公开的中共媒体和机构 已经不能在美国畅通无阻了。 怎么办呢? 中共的情报机构想出了一个阴损招数, 利用美国司法的宽宏和仁慈, 以子之猫攻子之盾, 用美国的法律来打击和扰乱你自己, 用胚着羊皮的狼来突破美国人民的警惕性, 不可谓不巧妙。 美国人民和政府很难辨别华人社区内的复杂性, 这就为胚着羊皮的狼创造了条件。 民主派组织也不是黑帮团体, 人人都可以给自己戴上一顶民运人士的帽子, 这就给中共客户和线人创造了皮上羊皮的条件。 装得像不像就看个人造化了, 成功打进来拉出去的不在少数, 包括在监狱中投降的民运判处, 广大网民对此逐渐加深了认识。 前几个月有人提起了对微信和他的母公司通讯的集体诉讼, 我以为这是件好事, 但是很快就有微信的受害人找到我, 说官司在某某人手里, 不一定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要求我说服美国政府出面解决微信疯狂删贴的问题。 现在美国政府终于出面了, 果然就有一大方人转而控告美国政府了。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语的戏剧性变化, 着实让大家眼花缭乱。 控告微信、法律依据完善, 因为微信在美国疯狂删除共产党不喜欢的言论并且封号, 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构成了违反言论自由, 应该受到惩罚。 而美国政府禁止微信在美国运营, 不但法理依据充分, 而且符合国家间对等公平的原则。 共产党不准美国的相应媒体进入中国, 美国就应该禁止共产党垄断的大外宣进入美国。 过去的美国政府犯了错误, 现在纠正理由充分, 亡羊补饶由未委婉。 不过中共的策略虽然恶毒阴狠, 操作却是一塌糊涂。 利用美国法律滥诉无告轰轰烈烈, 却忘了这里不是无法无天的中国。 就拿微信诉美国司法部一案来说, 那个所谓代表微信用户的组织, 就犯了诈骗捐款的法律。 这个组织是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 没有合法的资格, 却欺骗捐款人说他们是合法的非政府组织。 就这一条诈骗捐款罪, 就够对方披着羊皮的狼们喝一壶了。 中共的损招是否成功, 美国的法官是否糊涂, 大家且看下回分解。 人民币数字货币本月中旬正式在深圳市点发行数字货币的 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杨浩抽签形式, 向5000名中签者发放了数字人民币红包, 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 深圳一超市员工刘春霞本周三,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从顾客支付的情况看, 使用数字货币的人非常有限, 多数人使用现金或微信支付, 原因可能是数字货币的使用者少而且不便。 其实大家都有微信和支付宝嘛, 在任何地方买东西都可以用支付宝啊, 微信支付啊, 通常这两个渠道已经足够目前的电子支付的方便性了, 路透社货币的推出其实没有太大作用。 路透社周三报道, 中国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的活动周日结束, 共向深圳市民发放了150万美元。 该活动受到货币分析师的赞赏, 但也遭到一些用户的质疑, 他们说更喜欢现有的购物工具, 比如无处不在的支付宝应用程序, 熟悉及拥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应用程序的刘春霞对记者说, 数字货币目前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 陈正一外贸公司经理胡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数字货币有很多限制, 即使送200元人民币的红包, 也需要买满一定金额的物品才可使用红包内的货币。 应该会有门槛的, 比方说可能你要买多少才能用里面的钱呢, 或者怎么样, 还是就是要去吃定的, 就是餐饮啊, 或者什么呢, 你可以用, 而且它不能当现金取出来, 也不能转账, 你只能在系统里消费。 目前中国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占据境内移动支付市场份额九成以上, 相比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具有多项优势, 不过新花网周一在一篇报道中说,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有多个优势, 从法权上, 效力和安全性最好, 能应付极端情况, 无需网络也能支付, 可控匿名等。 中国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本台说, 数字货币的优势是具有私密性, 但是在中国, 而现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呢, 使得所有人的货币都是公开化, 当然只是对央行来说是公开的, 数字货币应当是去中心化的, 但是现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呢, 恰恰是中心化的。 胡星斗说, 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不会完全取代纸币。 肯定纸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与数字货币是并存的, 甚至可能永远与数字货币是并存的。 有宇伦认为, 人民币看到上述两大支付巨头, 已占有移动支付市场的绝对优势, 因此希望分以北根。 山东学者孟先生则认为, 当局急于推出数字货币, 可理解为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 国内的经济政策, 那么把所有人的消费, 所有的资金都控制起来, 由所谓的国家来统一的调配。 另外一个, 也会让这个所谓的, 它现在打着第一次美元呢, 消除国际上美元的独华地位啊, 等等这些东西, 也忽悠很多人。 所以, 这个煽动国人的这种所谓的爱国心, 感觉到使用这种数字货币, 还有爱国的充分。 新华网报道, 在数字人民币投放中, 人民银行将坚持中心化管理, 采用双层运营体系。 也就是说, 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开户, 人民银行按照100%准备精制度, 将数字货币兑换给指定的商业银行, 再有商业银行或商业机构, 将数字货币兑换给普通公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北京新京报上周五报道,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制定推出, 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 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的有关工作意见, 提出,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合规企业可临时占用公共空间。 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内限定品类摆摊设点, 北京日报6月6日刊文, 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文章表示, 油商地摊给城市管理环境卫生交通出行等方面带来压力显然一见, 又指商有满街, 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 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有评论指李克强地摊十天就收摊, 对于北京六个部门突然转向准许地摊出现。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前教授杨梢震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本周一由网民将拍摄到的深圳福田区口岸门口罗翠的景象摆上网, 可见街道行人稀少,银行停业场面令人吃惊。 一名拍摄者称, 后面就是香港, 这边有一个关, 然后这边就是深圳, 然后现在, 这里也是地铁站, 现在已经是冷冷清清人际寒至了, 疫情之前呢, 这边天天人声鼎沸吧, 应该是深圳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在数千里外的黑龙江省华南县城, 一网民在拍摄的视频中说, 当地所有的店铺几乎停业。 北方地下的经济学院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一难无疑吧, 这才五六点钟, 店铺都关门了, 大街市没有几个人, 这是城市的比较中心的交通浪停, 这边就属于城堂南县, 晚上那些天中就会有一个人, 这边这个商店, 五天左右就都关门了。 根据最新出台的规定, 已入住商圈, 特色消费街区, 步行街区, 商业综合体等区域的合法企业, 可以按照政府划定的区域, 在商圈, 特色消费街区, 步行街区, 商业综合体自有用地范围, 合理规划的经营区域内, 可进行餐饮等特色消费活动。 北京居民赵先生说, 现在居民除了自己拥有的住房指点钱, 大部分人没有积蓄。 目前北京当局已选取望金小区, 前门大街, 百荣时茂等共60多个可设立摊位的位置, 官方称要组织进行商户特色经营工作, 当局还计划明年在北京16个市区区内, 分别选取2-3条大街, 作为示范街试点, 可见中国正在做应对经济萧条的长期打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 法国政府强化防疫措施, 这是周四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 该报指出, 根据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周三晚上的宣布, 在被列入警报区域的69个省, 人们在公共场所聚集, 要有人数上限的规定。 另外, 针对老弱等危险人群, 要落实被称为社会气泡的系列保护措施。 受周三宣布的限制措施影响最大的, 是法国南部的埃克斯马赛都市圈, 以及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 在这两个区域, 餐馆和酒吧将自下周一起完全关闭。 世界报指出, 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马赛, 都有很多地方民选代表批评法国中央政府周三晚宣布的, 他们称之为是惩罚性的措施。 他们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协商感到遗憾。 另外, 在学术界, 一些科学家也遗憾地说, 政府没有就如何改善病毒检测和筛查政策提出建议。 有关中国世界报周四刊出文章, 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在虚拟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有关time排放的承诺, 发表评论。 习近平周二在联大致辞说, 中国争取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世界报刊出的相关文章表示, 中国的这一承诺让人大吃一惊, 因为中国在继续建造很多的火力发电厂, 不过这一宣布也许是北京在创新产业领域拥有雄心壮志的一个迹象。 勒梅特和奥代理·加里克共同撰写的文章写道, 9月22号星期二, 中国首次为自己设定了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这一消息是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做报告的时候宣布的, 这是被气候灾害遮盖的天空中出现的一线希望。 除了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 全球的大污染者中国还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 不再是以前所说的2030年左右。 世界报刊出的文章指出, 习近平的这一宣布让人感到惊讶, 因为中国在继续建造很多的火力发电厂。 全球能源监测和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6月份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标题是中国的煤炭新热潮。 这一研究指出, 中国正计划将其火力发电能力提升到249.6级瓦, 而美国的火力发电的容量是246.2级瓦, 印度为229级瓦。 世界报的文章说, 正因为如此, 习近平的宣布也让一些中国问题学者持怀疑的态度。 蒙田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顾德明表示说, 习近平将把气候问题留给后代。 他说, 20世纪末的时候, 中国希望将煤炭消费量减少到每年12亿吨。 然而, 2018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却是48.4亿吨。 因此就2060年的承诺嘛, 这里就不说了。 不过, 世界报的文章表示, 气候问题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 习近平平常说, 生态文明。 在这一问题上, 习近平也经常给地方领导人施加强大的压力。 就习近平9月22号有关碳中和的宣布, 文章还说, 观察家们是分裂的, 一些人认为这仅仅是说说罢了, 不会有效果的。 而另一些人则坚信, 中国也希望在环境问题上取得国际领导地位, 尤其是为了促进中国创新产业的发展。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9月23号刊出的一篇在线文章指出, 言辞与行动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但是习近平周尔的讲话很重要, 它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正准备实施更加严格的排放政策, 即使这些政策不足以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各位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廷编播, 感谢收听。 阿曼廷编播,